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得出来你真的很饿呀 饿着了吧 我马上就去做饭 你跟他说话还听得懂吗 我在跟你说话 那你为什么不看着我呀 这我马上就好 但是我做完粥就走了 若和神书还有四分之一没有编较完 明天早上我要交差的 每个月就三千八还不给加班费 你怎么没一把货把约水给烧了呀 可能是怕坐牢吧 老师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 咱们不用每次见面都那么针锋相对 偶尔也可以和平共处理一下 所以呢 所以你出去 行啊 好好地帮你做个货帮 你帮你去吧 你给我来吧 你怎么说了 你这个监察 你咱们再想要 你怎么办 我说你 如果你没人 你说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又莫名其妙 把我挡什么电话 还没把你的网友 嫁回来呢 此时此刻 正有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在我的厨房 穿着我的拖鞋 挥着我的财道 再给我和我的二狗做饭 居然有人 不以下毒味目的给你做饭 是 真是闹鬼了 是闹鬼了 我居然感受到了生活 它竟然是个动词 那看来你这二十七年 都是和西北风长大的 阿姨做的饭不算 年轻小女孩做的饭 算 老师 粥做好啦 老师 粥做好啦 你房东说你们家门口修路 半个小时之后停水停电 你怎么偷看人消息啊 他自己显示在上面的 而且很不幸 写文老一幕是要是基本技能 你这人啊 怎么不知道保护下 自己的个人隐私啊 设置一下不显示消息内容 一言不合就开始教育人 你家今晚停电 剩下的稿子怎么办 网吧 哪儿 网吧 包业 便宜 不停电 而且有电脑随时随地 可以给你确认稿件内容 老师 你要是没什么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你回来 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带你去开房 你说什么 酒店还是我家你自己选 有没有第三种选择 比如我刚才说的网吧 你想带着洛河生去网吧 在一群网影商业之间 编辑我昼传得意之作 想好了再回答 否则我就把你扔进炼丹路 炼成仙丹 老师 我拜托你清醒一点吧 开房是不可能的 我爸是人民警察 只要他稍微动一动手指头 就知道我去哪儿了 和谁开了房 要是被他发现 我和一个男人开房 我 你爸没事干嘛查 你跟谁开房啊 难不成他还会拿把材刀 架在我脖子上 逼我上门提亲吗 有可能哦 那就有答案了呀 我家书房借你睡一会儿 小区门对面有个便利店 你去买一点 一次性的贴身衣物 很便宜 五十块钱以上我报销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 没在我家门前看到你 我就报警 门就开着 有什么问题直接问 门就开着 谢谢老师 藏书够多的呀 藏书够多的呀 你要干什么 老师 你这样我就 我要报警了 我还不至于这么急不做事吧 不就是你从我手里抢走的 夏目书时吗 我又不会偷偷拿走 防人之心不可无 老师 死猴子 相爱相杀这些年 这本书 爷哥爱送给你了 当初以为他找不到工作 回老家 我居然同情心犯烂啊 臭狐狸 跟我玩失踪 想家就家 我不要面子的 又拒绝假我 世上怎么还要这么不知道感恩的人呢 少女 要不要来一场网恋 滚 手一划就操作失误了 这么久没联系 有没有相思成绩 这段时间做梦 我都梦到一脚把你踹出天际 干嘛呢 看稿子啊 明天死线 这种时候家里还停电停水 真的是要了老子的命啊 你家停电 那你怎么看稿子 谁在家 在外面 找了个看稿子的地方 在外面 找了个看稿子的地方 哪儿 网吧啊 还能去哪儿 是吗 该不会是躲在哪个男人的家里吧 他怎么知道 喂 有没有在认真看稿啊 不会是在跟人吹牛聊天吧 当然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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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吃了 我的手 不 我 很多地方 全世界并临淘汰 只有你还对我青睐 Cause when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I've never felt so right 穿过着都不算连累 很难对自己交代 对决的姿态 用莫名的合拍 下一天要下雪洁白 要护士那天 月光照了下来 紧追我的心思变坏 I've got a million why 天才变勇才 我的天赋明明一直都在 初到一个女白 好想你并不意外 Cause when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I've never felt so right 穿过着都不算连累 很难对自己交代 我怎么睡着了 苟子呢 我 你 你 我 我 大早上你吵鬼啊 已经七点半了 昼川老师 今天是在你们这些 无业游民的字典里 并没有的工作日 我去洗漱 然后给你做个早餐 你睡醒之后可以吃 总之还是很谢谢你 替我把剩下的看完 还有披在我身上的胆子 我本来应该把你 抱到床上 然后再帮你盖上被子的 那 那倒也不是 不必吧 但是你太重 保不动 衣术编 你怎么想 分过怎么想 他从答应写稿到 教稿印花了多少时间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这么一点时间写了 这么半整的端子 你觉得是当场写给你的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别把人想得太好了 当心灵卖了还不值得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做好心理准备吧 别到时候哭鼻子 谁都救不了你 就这些吧 看着还行 走了 每个月三千五 别太拼了 是三千八 老师 你心情不好啊 能吃 能喝 能泡温泉 我心情好得很 倒是你 和偶像聊天很开心啊 还好 那我先走了啊 你去哪儿 去车站呢 这么贵的酒店 我哪里住得起 周川老师 您就好好休假吧 我会尽量地不打扰您的 对对对对对 对了 这个东西 麻烦您帮我 转交给江老师 你还给他送礼 我的呢 这不是礼物 准确来说 这是江老师自己的东西 我从夏老师那儿拿的 拿的啦 你等等 你好 开一间房 借在我长生 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最后一间房 已经被定掉了 那要不然你住我房间吧 不要 不要 我还是自己坐火车走了 想什么呢 我跟江雨晨一间 你住我那间 那也不太好吧 少废话 我是不希望 我的编辑过劳死的 公非让你休假一天 那好吧 谢谢周川老师 谁呀 你好 客房服务 这是您的温泉泳衣 您男朋友亲自买好 他电话特意让我们 给您送来的 周川老师 不不不 他不是我男朋友 酒店温泉就在楼下 您好好休息 祝您愉快 谢谢 好舒服啊 嗯 好舒服啊 嗯 今天终于见到了我喜欢了七年的姜雨晨 从她看我第一眼开始 我就忍不住想象和她命中注定 天雷滚滚一百节电视剧了 天雷滚滚 你就不怕一百节都是历劫 这次续约的事估计是没戏了 我的工作也马上要丢了 还不准我想想开心的事啊 比起我动动嘴皮子 谁也抵挡不了星顿的七位数 现在想想 也只有周川才会那么傻 答应那样屈辱的合同 老师 你怎么也在这儿 不是啊 温泉是你家太爱的 我凭什么不能来啊 刚才拿着手机再给谁发消息呢 男朋友 周川老师 这个好像是私设吧 今天见到姜雨晨这么高兴啊 你签我可没有签她这么容易啊 就差抛头跟扫着血了吧 你该不会是担心 要是我真的签下了姜老师 会偏向于她吧 你放心 你们两个对我来说 都是我的小宝贝 来 你干嘛 盯着你三十秒看见那撒 没有 你脸红什么呀 哪里红了 是不是想到姜雨晨了 我没有 小姑娘 别不治好男啊 回头到时候被人卖了 还帮别人数钱 除了我 谁会签你们一人身的货帮 你让他 你 老师 你怎么了 我 我觉得有点热 我现在泡完了 我有点想走了 我 拜拜 那太好了 慢走不送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啊 没事 拜拜